Ryo 聊世紀 天靈多個星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來看朝鮮人對上瑪雅人 這場比賽是軍閥二的比賽 好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是塔套 紅方是西托 法國大將 稍微介紹一下朝鮮 朝鮮這個文明最大的特色是挖石頭的速度 是遊戲裡面最快的一個文明 他的弓兵鎧甲也是免費的 所以朝鮮人本身攻兵成型是非常快速的 朝鮮人還有一個更特別的地方 是他的劍塔會自動升級 紅鍵時代升到城堡時代 就會自動升級為防禦劍塔 所以在游墨或是一些特殊地圖 空曠型地圖來說 朝鮮一直都是一個不錯的文明 甚至團戰來說 朝鮮也是蠻強大的 他的馬戰車通常只能用戰毛兵跟老頭 還有大量騎士才比較好減掉 所以朝鮮來說以單挑情況下 文明選得好的話也是OK的 但是目前以這個職業賽事中來看到 朝鮮勝率並不是非常的優勢 有可能是畢竟這個朝鮮是始祖 四季帝國的文明 所以大家已經很會對應 這個馬戰車要怎麼解了 那我自己呢 個人 在打田梯遇到朝鮮的時候 雖然我知道怎麼解 但依舊還是很難阻止對方量產起來 尤其是這個單TCE馬戰車暴 打起來也是相當有壓力的 所以不管怎麼說 世界帝國是一款 非常需要吃經驗跟觀念的一個遊戲 你只有觀念不行 你的經驗也是需要有 實戰經驗太少的話 還是很難去做到 以上我剛剛說的這些反制策略 好 那我們先回到比賽中 來看到這個紅色 紅色是瑪雅人 瑪雅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一開始會奪對方一村 一開始就可以點下織布技術 因為一開始都會卡村民 但是在這個特殊的比賽中 他會有這個人口上的一些優勢 就是一開始人口不是山村開始的關係 所以瑪雅人這邊一開始也不會去按織布技術 因為一開始不會有卡人口的問題 所以就不用去按織布技術 就去按村民就可以了 瑪雅人的特色是他的自願永續 會更久一點 他的石頭 黃金 都可以採得更久一些 這個能力讓他在前中後期 都會獲得一些不錯的幫助 那以南美洲文明的經濟量來說 還是阿茲的經濟是最好的 那老鷹國 南美洲文明 瑪雅的老鷹 我個人認為是比阿茲還要強的 因為瑪雅的後期有這個黃金國 可以點下之後 讓這個老鷹高達100DC 畢竟死人是沒有輸出的 所以我覺得有血量 是優於有攻擊力的 那阿茲特克人他的老鷹是增加攻擊力 瑪雅的話是增加血量 這樣稍微區別一下 瑪雅的寶兵是羽毛劍射手 是跑得很快的步兵攻兵單位 步攻兵單位 除了射的速度很快 跑的速度也很快 而且血量來說也蠻多DC的 我記得好像生完精銳有65DC 基本上就是一個馬攻單位了 而且他的造價來說是比較便宜的 比一般馬攻更便宜一些 所以瑪雅以前會有單TC 然後雙城堡 輸出羽毛劍射手的策略 那這個策略已經是尚古時期了 那我們的影片中 大概在半年前有出過影片 是這個Yo打這個尚古戰術 瑪雅單TC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結尾的部分我們稍微可以放一下 讓大家回味一下這個尚古戰術 是什麼一回事 那這個尚古戰術為什麼會說尚古呢 是因為現在已經完全被淘汰了 那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瑪雅的羽毛劍射手 這個造價價格一直在往上調 他調整了好幾次的價格 所以跟以前的這個打法會有完全不同 那也是因為以前太多人用這個打法了 所以可能官方才一直去做這個削弱 這也是我覺得C-League 他的平衡性做得很好的一個地方 二代的平衡一直做的都是不錯的 雖然三代四代也一直有在平衡 但是我沒有在follow 所以我也不知道平衡的如何 但據我所知 二代的平衡是真的是越做越平衡 而且是基本上 這麼多個文明裡面 他每個文明都在慢慢平衡當中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非常不可思議的 二十幾年的遊戲放在2023年 還在更新 而且近年度的更新 是更跨幅度的那種 有大改版跟小改版 種種加起來也有一二十 一年之中 會有十幾個小改版跟大改版 加起來的話 所以真的覺得C-League 是一個長青術 遊戲 好 那看到朝鮮這邊是打了小宮加香檳 肉馬這邊稍微卡位收掉 這隻殘血村民沒有問題 Maya這邊是老鷹 想用老鷹去追一下 肉馬 那到了封建時代的老鷹 是打不贏一般的肉馬 因為肉馬是五公 老鷹只有四公 但血量上來說是五十滴血 比肉馬多了五滴喔 但不管怎麼說老鷹的單位打肉馬 還是會有點難打一點 而且人家是不需要肉的 這也是老鷹果一個比較厲害的地方 老鷹單位肉需求量很少 因為在城堡時代來說 肉練或許是比較慢速一點的 但是黃鷹可以很快挖 等一下一級挖鷹之後 就可以大爆量產這個老鷹喔 那這也是以前比較常見到的老鷹爆招式 那老鷹爆的話現在也被nerf了 這個造價 不是造價 這個生產時間 需要三十秒 我記得以前好像只要十八秒還是二十三秒左右吧 反正速度生產非常快的 只要你有支援喔 你就一定能爆出來大量老鷹喔 那對於當時打的 打一些馬骨的玩家 就會覺得 What the fuck 我只有十隻騎士 你卻有三十隻的老鷹 這什麼奇怪的畫面 那這個畫面大概是 三四年前的事情 現在是完全看不到這個畫面了 所以 在以近期的一些新觀眾來說 他們會覺得說 欸 那為什麼老鷹這麼廢的單位 怎麼會有人會想要玩南美洲老鷹果 其實 優勢還是有啦 還是有這個 數量上的造價優勢 數量一多的話 先點下攻擊力 還是可以包掉騎士 但這個數量吃到真的很龐大才可以 那軟鐵業呢 老鷹喔 還是比較克制工兵單位 因為他的遠方是比較高的 基本上騎士是能打得贏的 相同數量來說的話 騎士是一定打得贏老鷹的 畢竟騎士的造價也比較貴了 血量上來說 還有品種上的優勢 血量基本上是老鷹的一倍起跳的 好 那瑪雅這邊也是轉出公兵 那瑪雅的公兵單位呢 還有這個造價前面 所以朝鮮跟瑪雅打公兵 拚的是免費的防禦力而已 所以如果到了後期 如果跟瑪雅還在打戰毛兵的話 可能會越打越劣勢 畢竟瑪雅到了帝王時代 通常也會點一下銀罐技術 去點這個銀罐 增加這個戰毛 多一發箭矢的這個能力 或者這個多發散彈戰毛 打起來也是特別痛 雖然第二發的戰毛兵 戰毛只有一滴血的傷害 但是至少這個激少程度 打起來是挺有感的 好西托跟塔操兩邊都在繡戰毛 都在想要把這個正面守住 讓對方不要輕的溜進來 但這個戰毛好像沒有要挺耶 這個不停戰毛就有點可怕了 好 那朝鮮這邊有兩百多木頭 其實這個時候 就可以稍微轉一下弓兵了 戰毛兵可以不用出到這麼多了 因為你戰毛兵出太多的話 是很難打得贏老鷹的 攻擊手多一點的話 也可以省下一些肉 快點點到城堡時代 那瑪雅這邊的優勢就很大了 你看這邊戰毛兵雖然也出很多 但沒有像出到朝鮮這麼多 但配上一些老鷹 這個老鷹食物的需求比較少 然後黃金量比較多 就可以順利點下城堡時代了 這個就是老鷹的優點 食物需求量非常低 空間時代打老鷹的話 可以省下許多資源的 這邊看一下 掌邊交換 這邊在秀 麥亞這時候點下了一級的步兵鎧甲 看來是有打算要打 英勇士的升級 好 這裡要碰到金礦嗎 老鷹往前 看一下這一波 但對方有高地優士 剛卡彈 少打了一下 朝鮮這邊按了太多戰毛兵的關係 導致自己生城堡時代慢了一些 但現在優點 就是他現在可以有效的 用自己的戰毛兵 給敵人更大的壓力 那老鷹這邊也要點下二防 跟英勇士的升級 才會更好打一下這邊的毛兵 好這邊稍微拉打一下 工兵趕快往後拉 OK再射掉更多的英勇士 應該是鷹刺齁 那現在工兵單位 打這個英勇士上還是更高一些的 所以你要優先打工兵 射下可是有兩滴血 好這邊老鷹開始繼續爆 英勇士也不升 直接點下更多老鷹 那城堡時代老鷹攻擊力是7點 攻擊力直接加3點 非常多 這邊量產出來 反擊回去 老鷹出了非常多 還在出 好再撞下 又收掉一隻工兵 好這坨工兵看起來是 不用再控了 再控下去意義也不太大了 好這時候瑪雅西柱 開始把城鎮中心給壓力囉 往前蓋了一個工程機製造所 待會要來出投石車 開始拆除朝鮮的 城鎮東西 那朝鮮這邊城堡還沒有挖出來 有點危險喔 這邊拉了11個人去挖石頭 還蠻快的 那待會應該也是會補在正面的位置喔 好這邊插50石頭 但是很害怕對方投石車出來 先拉回來補了一根劍塔 這裡打算用買賣的嗎 收村進去 OK 收村把石頭放進去 就有650 城堡直接蓋在主金的位置 他可能不希望自己的主金喔 被騷擾到 這個想法非常好 多數的話就想要蓋在正面了 順便繼續挖石頭 這邊老鷹過來 而且已經生好鷹勇士囉 鷹勇士傷害還不錯 攻擊力是7加1 血量變55滴血 最主要是獲得遠防喔 變成3加1了 遠防再多加1 好點下了護衛技術 這樣子的話 遠防如果再點下2防的話 就是5點遠防 強武升滿的話是7點傷害 老鷹被射一下了 只有2滴血而已 朝鮮呢 對上老鷹的打法的時候 通常都出常見的兵喔 或是打這個馬戰車 是比較常見的一個策略 通常不會再繼續出工兵喔 這個時期 所以奴兵要不要升級 也是在要考慮一下的喔 不是說想升就升的東西 畢竟這個時期 還蠻缺乏肉類的 剛上城堡賽的時候 肉都非常少 好 頭子車在這邊 出來了 但是沒有單位防守 所以這邊要思考 要不要繼續往前 高手們都是打的比較 謹慎一點 如果是我們一般玩家的話 早就把頭子車 開始往前A了 開始打這個防護箭塔 或是打什麼東西了 我才不管他前面有沒有兵 我就先A就對了 那他們也知道 就算 對方沒有亮牌喔 沒有亮出他底牌來喔 還是要稍微提防一下 讓這個旁邊有兵的時候 再打會比較好 兩隻老鷹稍微防守一下 老鷹再繼續後面串 馬單車過來 公兵繞到後方 看到這個公兵 會成為關鍵嗎 這個草險 就是 你要從後面BD的話 至少先升個奴兵吧 現在奴兵看起來不好升 肉有點缺 要不要買賣一下 買個100肉升上去 畢竟現在二級射 奴兵二級射很厲害的喔 家裡有馬單車 稍微守住老鷹的騷擾 但正面方面 馬亞也是打的比較偏保守一些的 南美洲文明來說 馬亞是一個老頭偏弱的文明 他沒有救贖思想 所以馬亞遇到 朝鮮投石之後 也會比較難受一些喔 但這邊出老頭 最主要是要防對方的 這個馬戰車 並不是要來防投石器的 好 那這邊馬戰車防制老鷹回去 這邊防守做的蠻到位的 還是用這個戰車 把這些老鷹給打回去 家裡這邊直接收村 射掉了幾隻村民喔 這邊工兵沒有升級奴兵 還是做到一些事情 老鷹直接回舊一波 這麼大的老鷹工兵也別想跑了 直接射村民喔 不要去射老鷹了 這時候就是瘋狂射村民就對了 OK 再拿一村可以 兩村 哇 這一波很賺三村 這裡不只三村喔 加上剛剛農田跟礦產那邊 哇 直接打到十村起跳阿 這一波 朝鮮 賺爛了 馬尼亞這邊村民處只剩下四十二村 村民差距約為十村喔 哇 朝鮮這邊打得很好 這麼貴是巨爾的場套 我是覺得西脫也沒落到哪裡去阿 他這一波確實有點防守失誤 而且還蠻嚴重的 家裡居然沒有老鷹在擋 遇到工兵的時候 應該是要有一些老鷹在家裡稍微尋一下 或是集結點設家裡阿 但他剛剛把所有的老鷹集結點設在了朝鮮家附近阿 所以導致沒有辦法時間 第一時間拉這個老鷹回來去防止這些工兵喔 進行騷擾 再一點就是 這個是沒有辦法避免 只要是人喔 都會錯這種事情 畢竟這部戲實在是太細節了 好馬戰車打下 哇 結果一台馬戰車都沒遭到 西脫這裡運氣似乎不太好 好 這裡稍微拉打一下 好 開始解掉一些老鷹的數量 好 上高地反打 好 這裡馬戰車拉打換掉了非常多的血量 這個怎麼看都是老鷹會越換越虧喔 好 這邊偷車越砸越多東西 冰工廠四級開始慢慢砸光 後面四個老頭繼續反之 好 馬戰車快要把上面那一坨老鷹給撕完啦 好 這裡可以不用控了 讓右邊又一坨老鷹 加上戰車過來 但是後方有兩個老頭 開始著想 好 好 這波被逼退回去了 下方頭子車 挨了過來 但是仿木箭塔在喔 這個可能沒有辦法繼續前進 好 防止頭子車的一直瘋狂騷擾 插仿木箭塔 確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馬戰車繼續追 OK 揮合一下 好 馬戰車打老鷹還是挺優秀的 好 但瑪雅這邊轉戰毛病的話 其實也沒那麼划算 最近肉類需求很大 那至少要3TC完全穩定運轉之後 才有可能去轉戰毛病喔 這個時期還是用老頭配老鷹老師 還是更為適合的一個選項 雖然老鷹解戰車並不是那麼的有感 好 這邊招到了一台滿血的馬戰車 還不錯 正面的部分 朝鮮轉出了一些肉馬 解掉了正面的四隻老頭 三台投石車也是瞬間被解掉 哇 這邊老頭怎麼死的 我們回頭看一下 這邊是直接三隻肉馬往前 老頭招翔 有招到嗎 OK 想要招第二隻 但是沒有一隻 哇 只招到一隻肉馬而已啊 哇 這看起來有點小虧了齁 好 那薩芳的勞鷹也是在繼續追逐當中 朝鮮這一波把脈雅打到落花流水啊 但是自己的村民宿稍微有點被追上了 朝鮮這邊開始把城堡想往外蓋 但是這邊老鷹直接抓到想要蓋城堡的村民 好 這樣村民宿就有點校正回歸了 68村對66村 村民差距已經開始沒有那麼明顯 好 決定把城堡蓋在沒那麼前方的位置 以確保這個城堡能蓋得起來 他可能不想要選Dout 這個Dout堡 學習太多前輩的招數 給大家一點尊重 這個東西是人人都可以學的 OK 投資車後面先集火一下 先打投資車 沒有錯 投資車先解 把房子滴掉 救一下村民 村民有點被回家的入土 卡到了 這波老鷹打得非常好 好 老鷹的部分 來到了將近二十幾隻了 到後面補出來的話 二十幾隻就完成了 這麼龐大的數量 我點一下攻擊力 這個傷害會非常可觀 9點傷害 那馬彈特斯近戰2點而已 打一下有7滴血 這傷害是蠻高的 好 瑪雅補下了一擊蛙精 哇靠 你打黃金兵 到現在才點一擊蛙精啊 但不太OK啊 細節沒有好好打出來 等他拿到更多的優勢 好 這邊老鷹數量21隻 到了一邊前 目前朝鮮 還有15隻的馬戰車 那現在看起來 是瑪雅稍微落入了烈士了 因為馬戰車的數量越來越多 來到了15隻 雖然可以用老頭去招搶馬戰車 但是以對方有拉打優勢來說 他還是有主動的權能 老鷹可能還是要現在變成防守式 好 那黃金的部分有確保起來 之後還有再繼續挖 右邊這邊可能要插哨戰會比較好 看一下對手有沒有從右邊過來 照想一下 拖子車才能被打掉 好 過來這一波包夾 能夠包成多八分兩隊 這一波往下包 來不及包起來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騎士要真的非常龐大的數量 才有機會包得到馬戰車 其實馬戰車也是很靈敏的 好 大概是解掉了幾台馬戰車 這邊老鷹繼續拉打 看他下血量 沒打一下大概都損失 將近快100滴血的老鷹 這就是馬戰車的主動權 非常的噁心 OK 這一波又是馬戰車打贏了 雖然沒有持續拉打 但是利用了高打滴 換掉了一些老鷹上的數量劣勢 好 正面城堡蓋起來了嗎 沒有蓋 最後選擇放棄了 右邊補一個城鎮中心 但是瑪雅這邊老鷹數量已經不滿20隻了 只有十幾隻的數量 這數量有點少 好 我覺得還是要靠老頭 好 找到了一隻 好 朝鮮這邊又有蠢蠢欲動喔 但是要把城堡蓋在上方這個位置 他應該是沒有看到這裡 如果把這個城堡插這個高地堡 然後可以空到農田 黃金 城市中心 就很賺喔 但是瑪雅這時候已經點下了帝王時代的升級 還有大概兩分半 那朝鮮點下了拇指環 待會馬戰車會打得更快一些喔 這無庸自有 對於瑪雅來說是一件很大的威脅 好 看到這根堡 插在了門口 但是還是有碰到右邊的城鎮中心 瑪雅第一時間也是蓋跟城堡想要反之 那我邊蓋城堡的時間是差不多 都大概一半了 那我會同時好 欸沒有 瑪雅這邊拉得更多 等瑪雅會好 但怎麼突然往後蓋了軍營 好 開始把城堡蓋好了 稍微收穿一下 欸 我突然想起來 朝鮮的馬戰車好像可以吃到彈道雪 我剛剛前面是不是講錯了 講到馬戰車不能吃馬 不能吃彈道雪 但是好像可以耶 這個資料上有時候寫的有點怪怪的 只是記得馬戰車是可以吃到彈道雪 我記得有觀眾跟我說 馬戰車屬於爐炮的一種 爐炮要吃得到彈道雪的話 只有羅馬可以 那我怎麼記得馬戰車單位 一直都可以吃到彈道雪 還是是那位觀眾記錯了呢 應該是 應該是 可以吃到彈道雪 好 這裡是到帝王時代 瑪雅這邊要轉出來的東西是 英勇士的升級 哇靠 英勇士要升上去囉 精銳英勇 精銳英勇升上去之後 血量會到60滴血 傷害力會大幅提升 還有防衛力 好 還有20秒 但這一波 倫娜瑪雅有機會 農出來嗎 好 英勇士升上去 攻擊力變9加2 攻擊力1加2 遠防再加1 遠防現在是4加2 所以馬戰車還是有拉打的優勢 但是饒硬的傷害已經變得很明顯 非常高 但數量上不太夠 而且中介農田大部分沒有在中 這時候西托打出了聚聚 升級英勇士 發現最後一波打不贏 右邊的馬戰車也是很煩 到處燒了 這波是有塔套的馬戰車拉打大獲勝 獲取了這場比賽的勝利 上方的承認中心 什麼時候不見了 我們回去看一下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欸 阿是自滴嗎 哇靠 阿打掉了 我們剛才說 能不能吃到彈道學的時候 OK 好 那沒事 我剛剛覺得蠻奇怪的 馬戰車這個單位 應該是能吃到彈道學才對 好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拿到了4000勝率 看瑪雅拿到資源上的優勢 但是卻輸了比賽 KD方面的是 朝鮮這邊的馬戰車 拿到1.61的KD KD整整贏了一個1 哇 這個1贏了1 非常的多 那後期呢 雖然有轉出英勇士出來 但英勇士出來時候 還是要點下三公跟黃金果 還有三級的步兵鎧角 要點的科技還是很多 塔套這邊已經抓住了 上帝龍時代的空窗席 立即打爆了 瑪雅帝王時代初期的發展 順利的拿下這場比賽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